不要就成就這樣失敗啊 人家很傷心跟妳知道嗎 嗨,你好,我是瑾瑾 哈囉,大家好,我是Cosme 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那我們今天的主題就是講關於存有儀 存有儀的定義就是男生跟女生之間 對於對方有一定的依賴還有信任 但是他們這兩個人之間不是情侶的關係 而是類似像grimmy或者是兄弟 就是感情非常非常的要好 可以講你習慣了對方 習慣跟他講話那樣子 什麼鬼都可以跟他講的 你們兩個已經是很朋友那種了 你們幾乎是什麼鬼女都可以聊 但是你們大家是知道 大家是不會喜歡大家那種感覺 所以我覺得不算是依賴 大家都是朋友 就純粹一個朋友過 比普通的朋友還要好玩 對我來講閨蜜有一點存在於 朋友以及情侶中間的模糊地帶 所以對我來講是可以這樣子 define 這樣子會比較清晰一點 那為什麼會有存有餘的出現呢 我們今天主要要講兩個重點 那第一個 point 就是雙方對於對方有一定的好感 男的或是女的 樣子可能不一定要很帥 也不一定要很美 也不一定是你喜歡的類型 但是它是你可以接受的類型 就是你對於對方是沒有反感 它不會是你會拒絕的類型 就是還是可以接受的 又或者是因為對方的魅力有所吸引 所以你們才會發展成為存有餘 因為我覺得有時候你對一個人有好感 可能也不一定講說 看到他樣子外表之外 魅力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 或是那個人的 pattern 或是他的 style 你覺得是可以包含到你 對 人家有講過一種話就是 就是類似的人會跟類似的人聚在一起 對對對 所以間接就發生了存有餘 因為如果我覺得啦 我對你沒有好感的話 我是不會一直reprime你的message 不會跟你一直聊天的咯 如果沒有好感 你一定不會做更多其他事情 比如說出去吃東西啊 或者出去聊天啊 閒聊啊等等 你連回他的message你都不想 你是有可能跟他出去 也不可能跟他出去 真的如果沒有好感 你一定不會想要跟他有什麼進入的關係 怎麼樣出去喔 你的願望那個人 那個人不要理你 而且我很忙耶 我不會想要一直reprime你的message 如果我對你沒有好感 所以我覺得好感是一個point是很重要的 第二點就是 雙方不想要被所謂的身份約束 就是講說 男生或是女生 他不會想要跟對方成為男女朋友 因為他不想要被這個身份綁著 不想要被約束 就可能講說 男方或女方 可能其中一方一定是 喜歡對方 或是對對方有好感 他想要追求他 可是另外一方 他不喜歡他 或者是他完全不會想要發展這一段關係 所以才會有產生存有餘 其實這個關係是很危險的 因為為什麼 因為你其中一方是喜歡他的 所以就變成 喜歡的那一方可能會一直為對方付出一些什麼 因為或者是他們兩個人之間的關係是非常親密的 就可能是 情侶之間做的東西他們都不做 可是他們是沒有關係的 所謂的存有餘 可以可以講是這樣講 行 就是在我之前的時候 就是差不多中學的時候 他們曾經有想過想追求那一位女性 但是到最後 那是不是一定是你其中一方 在那方有偷感 但是過後就沒有了 因為他很像是有另外一個男朋友 我不知道 不過他還沒有有那個男朋友之前 我都已經沒有喜歡他 因為你已經知道什麼事情了 所以你就會 一個方式繼續講話 我發現到 過後 從開始認識他 到最後 快要畢業風發的時候 那種感覺是完全不一樣的 我可以跟你講 是什麼鬼 你都可以聊的 幾乎那種很 連他的風景都會拿來聊 像那個女生懂不懂 你有喜歡他這樣子 那個女生懂 但是過後就沒有東西了 有表現之類的 有有有 過後就沒有了 過後我們就真的是 哇 西北 best friend 當然是男生這樣子的 有什麼鬼都可以講呢 這一件事情呢 就是硬朗我們其中一個重點 就是 你們會成為純友誼 就是因為你們經過了 追求之後 失敗了 然後才會成為非常好的朋友 不要一直講 失敗 這樣很髒心 你知道嗎 哈哈哈 現實就是如此 我覺得沒有辦法 哈哈哈 可是我自己本身也是相信純友誼 因為我自己本身 我現在是沒有很好的男性朋友 之前我有一個經歷就是 沒有講說一個啦 就是有些男生 他有時候會找我聊天 因為我沒有對於他沒有反感嘛 這樣我正常來講 還是會偶爾還是會回復一下啦 通常這種狀況 在他們有了女朋友之後 就會現少 就會直接不聯絡我 哈哈哈 所以我在想說 欸我們不是純友誼嗎 這麼你有女朋友過後 你就完全沒有聯絡我 沒有 欸我會難過你知道嗎 可能他在忙著追求他另外一個 或是忙著在應酬他那一個 所以就 其實我覺得純友誼這個東西 我覺得還蠻脆弱的 因為我們是朋友嘛 這樣我們可以聊天啊 還是什麼啊 可是在對方有了女朋友之後 這個所謂的純友誼 我就會被打破啦 就是他有了女朋友 他直接可以不用聯絡我 你知道嗎 沒有 其實他不聯絡你還有另外一個原因 一他不想聯絡你 再不是就是他真的是在忙 或者是在處理他女朋友那邊的東西 那麼還有一個原因是可能是 他不想給他的女朋友有誤會 啊對我覺得這一點是好的 因為你要知道 閨蜜這種你所講的剛剛就是 他有一點點接近像情侶 但是他沒有情侶欸 就是很朋友很朋友那一種 所以有時候會連結到他的女朋友造成那種誤會是正常 所以就變成男生可能會 會顧慮到這方面這個重點啦 所以就變成說直接不要跟我聯絡 可是重點來了 一旦還跟女朋友分手 他一定會來找我的 對啊給你訴苦啊 所以我當下我是覺得 欸我難過耶 我幫你當成朋友 然後你有女朋友 你直接這樣子對我 可是換一個角度來講 然後就為這個朋友的話 這樣你女朋友這樣 我也知道我也性感到 就是不要一直去煩你啊 還是什麼啊 沒有其實我覺得 如果那個男生的那一方 如果他平時沒有什麼Bank 的話應該是沒有太大問題的 我相信女生不會這樣敏感啊 我覺得 欸女生蠻敏感的其實 啊幸虧 因為我不是女生我不知道啊 哈哈哈哈 你覺得這個女生 到底是不是跟你男朋友真的是蠢的 又或者是根本就有喜歡你男朋友 可能女生有的時候是覺得說 這個女的根本就喜歡男朋友 這樣我一直跟我男朋友講 這女人喜歡你 你又不相信你一直很靠近他 這樣就變成兩個情侶之間 就開始不是 有開始偏遞要情侶的路線 然後就開始大家各走各路 越來越遠了就喪了 因為有一個可能是 對 他自己本身又喜歡你 但是他現在有的女朋友 他不想要自己再有額外的幻想 因為我本身 我覺得我是那種比較 笨一點的 就是你沒有講清楚 我真的是不知道的 你一定要講清楚 我才會懂 就是這件事情發生過後 我就覺得說可能這個男生 不只是僅僅當我是朋友 我會這樣覺得 可是那個男的真的是 就是調理你耶 不是 那個男的真的不要理我 哈哈哈 可是他不是喜歡你 他就純粹他就真的是調理你 這樣子 這樣子還比較好受 因為我也明白 那個男方的苦衷 就是 他就是因為有女朋友 如果他是喜歡你 然後就這樣子 我就覺得整個東西 就更加公開的感覺 那總結來講 其實純友宜這個 content 一直以來都是有被大家討論的 因為純友宜這個 對於每個人都有不同的定義 而且對於每個人都會有 不同處理方式 延伸方式 所以 這些只是沒有辦法做一個總結 我們只是純粹做一個討論 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們的經歷啊 等等的 這一次的節目 非常感謝CosmicTV 特別來到我的節目 那喜歡這影片的話 記得like share 還有訂閱我的頻道 那我們下個影片見 掰掰 不開心 Vorai